来我兄弟们 今天在海边发现一只小型八爪鱼身上特别的漂亮 补满了蓝色的花纹 我这一触碰它 它还会变色 有人告诉我说这是蓝环状鱼身上有剧毒 我想问一声 我触碰了它 会不会有事情发生 如果咱家老铁连接的是无线或者wifi的话 请给个双击关注我看我九点半干海来我兄弟姐妹们 天黑了 蟹齿里面的螃蟹都从水里爬出来 我那个去我用头灯一照 这密密麻麻的一片 只有多少 现在的大热蟹特别的肥 满壳都是高 咱老铁爱不爱吃 爱吃的话 给个双击扣个一 让我看见有多少人 关注我 看我每天晚上赶海直播 来我兄弟们 这一只深海大八爪 浑身通红 不得不说 它是真的大 这一只估计给我吃一个星期的 今天咱大放一回啊 吃三条腿 呵呵 这一条腿比我胳膊都粗 如果咱家老铁连接是无线wifi的话 去给个双击四季话就算了 关注我看我11点户外赶海 来我兄弟们 现在咱家很多老铁都喜欢河童 这一种可爱的小生物 看着小手臂一摇的 张牙舞爪的 不知道是我这手活不行啊 还是咋的 人家的河童一捏就爆肚 咱家的咋捏都不行 哎呀 还是放生吧 咱老铁如果跟着我做的对的 请给个双击关注我看我12点 来我兄弟们 没没看到这个段子 我就想笑啊 这一条海鲜鱼 两个大男人差点没给他抓住 咱这也不怕笑话了 虽然是自买自挖 但也是乐趣无限 咱家老铁 如果你连接是无线wifi的话 请给个双击 四季话就算了 双击费能量 关注我 看我每天赶海直播 来我兄弟们 此一名叫西盘鱼 习惯吸附于大型鱼类的体外啊 环游世界 咱看看他的吸力到底有多强 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两斤多 生前很强大 死后也不简单的 咱老铁 如果你连接是无线wifi的话 请给个双击四季的话就算了 关注我 看我马上赶海直播 来我兄弟们 咱家老铁想看我抓巴掌鱼 但是我属实是抓不到 被逼无奈 就从市场上买了一只 放在这船底下 谁都想一拖 拖出来俩 我了去咋还有只多宝鱼呢 这个多宝鱼 我属实是不知道啊 咱老铁如果你连接的是无线wifi的话 请给个双击 关注我 看我晚上九点 来我兄弟们 手里拿的鱼叫多宝鱼 天生有一副好皮脑 就是穿了一身沙滩吉利服 此鱼有一个特点 就是腰功的特别的棒 建议大家不要给他白肚皮放上面 我怕他会拍你 月出了 大家楼上也充足了 能不能用四季给我点个双击呢 关注我看我六点赶海直播 来我兄弟们 海边退潮以后啊 捡到一个大吃贝 异常的沉重 里面跟个有了金垫子一样 咱给他抛开看看里面有啥 快点扒开呀 我的妈咧 这是个巴掌鱼吗 好吃杯还吃个巴掌鱼 如果咱家老铁还有百分之十一条电话 请给个双击的 没有话就算了 关注我看我下午三点半赶海直播 来我兄弟们 我说你拿着鱼叫做海龙鱼 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 晒干以后泡酒喝 对男人的身体背棒 此物的价值是一克一克卖的啊 怎样老铁 如果你连接的是wifi的话 请给个双击 四季话就算 四季费流量 关注我看我六点赶海直播 来我兄弟们 谁说我拍不到大河豚 我这打听了十多个人 跑了五十多公里路 终于找到这个河豚养殖基地 我了个去 全是大河豚 小的一个也不用 相信这么多河豚 其中有一只会跑到你的餐桌上 咱俩老铁能不能看到我这么努力的奔赏给个双击呢 关注我看我七点 来我兄弟们 我这一伸手 旁边的一位大哥给我倒了一条西米鹿 据说是某种海洋生物的卵啊 秘密麻麻 海边上都是 我这找了一位大爷问了一下 大爷说这是海蛤蟆的 一次下载 可得上一只 我这个妈雷 咱俩老铁如果连接是无线wifi的话 请给个双击 关注我看我八点赶海直播